北宋名义斗才倡导老人长久官员学 契海学、命官学、种婉学四学得以长寿百年 惊人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 在古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认为长久官员学 圣渝学、足三里学、三音教学四学更适合老人 官员学、官是官壁、封藏的意思 原则是元气 所以官员学是原音原阳教官之所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丹田 此学是体内阳气所在之地 更是精气化身之所 而且足太阴、足少阴、足绝阴、润脉 三经一脉在此交汇相通 从古至今 人们都将此学置于其死回生的重要学位 斗才在扁确新书中说每年的春秋之交 爱助九官员学 每次三到五状 则能够保持体内温序而不畏严寒 人到三十坚持每三年爱助九旗下三百状 人到五十坚持每两年九旗下三百状 人到六十每一年九旗下三百状 可保人长生不老 甚于学 身为人的先天之本 主要负责人体的繁衍、生长、发育 其生功能更是涵盖了当今蜜鸟 生殖、运动、神经、内分泌等多个系统 人的健康与否寿命长短与肾气息息相关 人到老年容易气息不畅、肾气不足 每天散步的时候若能够双手握拳 边走边轻轻敲打肾鱼穴三十到五十次 则能降低血压、强健体魄、改善肾功能 每天睡觉之前舌头底珠上颚 眼睛看向头顶 两手摩擦双肾旁于穴 每次十到十五分钟 一样可以达到相当好的效果 家庭爱九十 温和九此穴二十到三十分钟 每天一次 效果更佳 足三里穴 唐朝药王孙思秒 在千金方中将足三里穴称为长寿穴 足三里穴位于外溪眼下三寸 属足阳鸣胃精 胃精为多气多血之精 与脾精互为表里 共同构成了人体的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爱九足三里穴最直观的功效 则是调养脾胃 滋补气血 并且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 增强人的消化、吸收、免疫功能 还能消除疲劳 方便健身、延年益寿 怪不得在古典中 足三里穴的记载最多 爱九时可采用回旋酒或者雀灼酒 每次15到20分钟 每天一次坚持一段时间后 即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三阴教学 三阴教学 古名思义 是指三条阴精运行的气血交汇于此 这三条阴精是指 脾精提供湿热之气 肝精提供水湿风气 肾精提供寒冷之气 这个穴位位于内怀间直上三寸 是应用相当广泛的养生保健之穴 除了每天温和九次学15分钟之外 还可以辅助按摩 用拇指按压三阴教学一分钟 之后以手掌心反复搓擦足底中央部位 以足心发热为佳 亦达到健脾益气 柔肝养血 亦胜固本的功效